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蘭 今天呢我們就一樣來立行星的看一下這次情人節的改版吧 或者是應該說是更新喔 因為其實也沒有特別改太多東西 那我們就 也不吐槽啦 就是把一切都看過去 那首先第一個是這個新增NPC的好感度嘛 那這次新增的是附魔系NPC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 就是還沒有看到 解鎖的方式 那如果之後有解鎖出來的方式的話 我們再去一一的解鎖 以及是告訴大家要怎麼樣子去解鎖 然後特別的列出來說 之後晶電盧也準備要出了 但是就是現在沒有出 我不知道現在沒有出為什麼 要特別去提說 即將要出了 對對對 告訴你他們有在做事 那第二個是這個我相信 也是蠻多罵聲的白色情人節特惠禮包啦 但 這一系列禮包一直以來都是屬於 屬於說你如果 會課金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他都會是划算的 就是他CP值是有的 那基本上這一包我們我就沒有算了 因為強化這個金屬衣跟金屬核真的是 很廢 不知道要幹嘛的一個地方 然後 這個附魔自選包這邊的話 我有稍微算一下 因為中央的附魔石 在普隆德拉大區 然後 那個 普隆德拉附魔石的 這個 一顆是4500 差不多是要27塊台幣 那這邊的話70元可以買到 216元的附魔石 所以他大概是 三倍的錢 三倍的划算 那這個 屬性 就是伊斯魯德這邊的話 附魔石 銀心的附魔石一顆是18000左右 那 是大概是100 110元左右的這個 價錢 就是台幣嘛 那 70塊錢的話可以買到 220塊錢 那也差不多是三倍跟中央 的CP值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你有要課金 去做這些事情的話這個禮包是可以買的 可是他的他的數量其實 有點尷尬啦就是 上一次的禮包是 一次 買 一個大包嘛然後買三包嘛 那算起來CP值也是好的 對那這次的 是CP值也是好的 可是 他要你一筆一筆慢慢 慢慢刷其實是一件蠻麻煩的事情 我不太懂為什麼要弄成這麼多天 然後每天的70塊70塊 這樣子刷 其實 其實蠻蠻奇怪的啦 那反正不課金的人這東西跟你們 沒有關那如果你會課金去做這些事情的話你可以 自己思考一下或是拿來抖內我 那這個經驗部分 經驗部分神之金屬 CP值就很普通 那濃縮神經的話 一顆在 普隆德拉大區 一顆大概是150塊台幣 那 170塊你可以買到 450 快差不多就是 3倍 CP值啦 就是 以普隆德拉大區來講的話 差不多都是3倍 CP值 在這幾個東西 那 因為 因為魔力之石跟濃縮鋁比較便宜嘛 基本上你 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應該是會去買神之金屬所以我就沒有算了那 濃縮神經啦那神之金屬 9顆 他價錢只有 6 大概6 4分之1 但他的 數量只有3倍啦所以正常你要買應該會是 去買濃縮神經那 就一樣這課金 課金理財有賺有賠我自己是絕對不可能去碰那個經驗的 再碰今天我把我的手打斷 OK 那這是白色情人節的特惠禮包 對這次情人節 又是這個三個禮包 的活動 就蠻 蠻 對就是沒有活動了他就是賣禮包賣禮包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 其實 很多遊戲都是這樣 但 希望他可以趕快更新一些 改版的東西比較大的改版 那再來的話就全部都是 優化跟修復 那大家最 討論最多的應該就是這個維多版雙倍獎勵 那因為我也還沒有 實際上我今天的這個獎勵沒有 沒有任何一個 是這個有雙倍獎勵的所以 我的小號有所以我們現在用小號來直接 實測一下 那我去解了一個任務了我已經去解完一個任務了如果說你有 你有雙倍獎勵的話他會直接 寫在這上面 那很多人 疑惑的就是他 到底有沒有給奧丁 那我們就看一下我現在803的奧丁 那我們 交下去 OK確定是有那個奧丁的嗎 但這個看起來就是很隨機的一件事情 那 不知道 會不會讓大家就是變得有點 就是這樣子有點靠賽啦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要怎麼樣給 大家 有這個機會拿到 拿到這樣子的奧丁 對對對 所以 就看看吧 但看起來就是現在就是錢會變多然後經驗會變多 然後 奧丁會變多因為對像對我來講如果他奧丁沒有變多的話 其實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我早就滿等了 那我也不缺那個金幣 OK那這是這個委託版雙倍獎勵的部分 其實就跟 我猜應該就跟商會這邊的雙倍獎勵有點像啦 就是 你你如果NPC好敢錄版了之後他會有那個雙倍獎勵嗎 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如果 大家如果這個商會沒有還沒有送滿的話你記得要去送一送 那再來的話繼續往下看 再來繼續往下看是其他的這個更新這次所有的更新我覺得 最好的就是這個優化工會KVM配對機制和進入流程了 只要他沒有 只要他是真的有裝好啦 那這個 將會成為這個KVM時候一個最大福音因為每次 每次KVM大家每天就是我們都要在語音裡面喊說啊誰要排 就是 因為本身 你 工會打這種KVM 因為是用工會算 工會算分的 然後你要遇到自己人然後 自己人打自己人輸了 一邊輸了然後另外就是其實那個加減分對整個工會來講是 沒有意義的嘛 就是 其實這整件事情是一件 有點奇妙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他終於把它調 調好了我覺得是很好的 然後再來這個私信 接收訊息這個東西可能 我感覺差別可能 也沒有這麼大 這東西應該 應該還好 平常應該 現在也比較少弄 就是賣幣啊幹嘛的直接密到你身上來 我這個伺服器沒有啦我不知道其他伺服器怎麼樣 那這東西應該還好那擺單機制的話他這個就是要說 說小號的那個嘛 小號的 避傷的一個部分那這個東西其實對大部分的玩家來講也沒有 也沒有太大的 影響 這個是擺攤的東西 再來是騎士的時候 騎士的話就是 一些 buff上面的調整 讓他 回到原本應該的樣子 所以這東西應該 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差別 就是反正正常來講 有差都是 站在同一張圖的時候的buff 那過圖就重放就好 大部分的東西應該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是這個 GVG的東西 GVG 廣播量過高 場景卡頓問題 那也是一個 就是優化OK 如果GOK的話也好 魅力值這個應該也還好 界面級功能描述問題 那修什麼我也不知道 就是修些功能描述問題 修復 充能技能正在充能時 消暗角色 消暗角色 這東西我不知道 修的會怎麼樣 因為 像之前我的那個 Hatoken Hatoken要叫什麼 突然忘記了 因為我已經叫他Hatoken很久 心靈正波 之前一直有bug不能 不能好好的做使用 所以我已經把他移出 移出我的那個 這個 使用欄了 那就看看之後會不會把這東西修好吧 然後 剩下其實就是很多的修正 充能條 不同等級充能條 好 特殊也說版真物消失 這個也是會遇到的 但是 正常你已經 就是年獸也過了 然後這也過了 這個東西好像 目前 差別不大 修復開關技能 在開啟時 千萬多放那 奇蹟顯示一場 這個吧 這個吧這個有查選手冊副本點贊技術 這對力量型的職業其實是有查的 是 迷洋四海這個東西 我其實自己目前也有在擠 迷洋四海這個東西 你知道一百 一千次 拿到陽明 利萬的這個 稱號 他會讓你的 這個 力量值加五 那之前很難解 因為你一天就只能解三次 然後 別人幫你點 跟你自己點 你自己全部加起來就是算一次的 一場 一場副本 那他如果現在這個 會修好的話 解這東西就會 變得很簡單 簡單很多 限時作息的話應該就是那個吧 馬車的部分吧 結婚的馬車 也是調整一些東西 顯示重疊 技術異常 再來都是一些 修正一些小bug的部分 差別沒有那麼大 那 我看其實 已經兩三個禮拜沒有 這樣子的更新了 但大家可能期待的會是 會是古城嘛 那 如果他近期這樣看起來還沒有要更新的話 因為如果他 因為一直被罵嘛 所以我在想如果 他要出了的話應該不會 這麼突然的就 出了 應該會稍微公佈一下 所以 以這個想法的狀況來講的話 現在是3月14號 今天白色行人節 我猜啦 我猜 古城要出應該會落在 4月中吧 4月中或4月底 因為 他一定要出了 他 不太可能 再不出 就是 我感覺是這樣 應該是一定要出了 那 玩家的基數其實很明顯的 退 退掉很多了 在 像巴哈他現在的 那個 排行已經掉到蠻後面的 人氣現在只剩下 是14萬還是140萬 我看一下 剩下14萬了嗎 一天 的這個瀏覽量其實是 16萬 14萬16萬 其實算 很少了 在我開始 在開始做這影片的時候 大概有40 4050萬的一個 這個瀏覽量 所以其實差別是 是 是蠻大的 也希望 因為其實這款遊戲我也算玩蠻久的 我自己也是蠻希望 遊戲公司可以把 東西 該出的 就是照 正常該出的時間 出一出 然後 活動可以盡量做 多一點東西啦 雖然我平常也是 嘴蠻 嘴蠻多的 但 現在還在跟工會這些人 一起一起玩玩 我也是希望他內容可以 多做一點點 恩 大概就這樣 那 附魔的NPC的東西解鎖如果之後 弄一弄 有 有一些效果 什麼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再去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這支 看14號的更新的影片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分享給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都能玩得開心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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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